台上歌手唱得盡興 底下觀眾拔腿狂奔 2024高雄跨年晚會現場 才進行到一半 卻突然出現大騷動 民眾恐慌四處竄逃 邊跑邊尖叫 讓周圍歌迷全都好害怕 跟著一起跑到空曠的地方 會這麼混亂 原來是這樣 高興可以來跨年這邊演出 然後因為我們是 有人拉X 主持人阿翔 浩子緊急出面就場 安撫現場觀眾別緊張 也不要推擠 要大家注意安全 因為在晚上九點多 傳出有人手持立即揮舞 嚇壞眾人 就有人擠我 然後就收拾 那現場是說 聽說有人拿刀子是不是 腳上膝蓋還貼著紗布 受傷民眾一頭霧水 還搞不清楚狀況 但卻因為推擠造成三十六人受傷 同時警方也在第一時間 在現場進行控管 警方隨即就控制場面 然後進行區塊的盤查 那並未發現任何可疑的人士 那警方也立即的加派警力 就整個區域 場域 分區塊 來進行監控比對 他口角之後拿出原汁筆 所以這是一個很不容 也沒有攜帶刀線的狀況 幸好在十二分鐘之後 節目就回復正常 不過在超過十萬人的跨年現場 傳出有人手持的利器 已經讓民眾備受驚嚇 華爾新聞 綜合報導